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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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大家好 歡迎來到我的頻道 我是歡 隨著科技的蓬勃發展 電腦產品也是年年推陳出新 產品越來越豐富 每年都有很多更好的效能的產品 提供消費者的選擇 而在這樣的環境之下 有趣的是電腦的二手市場也非常的活躍 每天有數不清的二手零件在交易 那為什麼會有這麼多人關注二手市場呢? 原因是二手零件比起全新的零件 往往都能以更便宜的價格來獲得和新品相應的效能 而且對於想要買電腦但是又覺得新電腦很貴的人 二手電腦也是一個不錯的方案 所以買二手零件就一定比較好嗎? 那也未必 因為二手零件有它必須要承認的風險 所以今天要來跟大家聊聊選購二手零件時 所需要注意的事項 如果你沒有經驗但是想要買看看二手零件的人 那這部影片會跟你分享我選購二手電腦的經驗 先來談談CPU 以我手上這顆二手的Intel i5 2400來說 它的效能和現在全新的Intel Pentium G4600的效能差不多 那這邊是以整體平均來說 因為CPU它的效能並不是絕對的 除了看核心數和10mi之外 還要考慮快取的大小還有製程級架構 所以這裡以整體表現來說兩者效能是相近的 那在價格上呢 全新的G4600要2100元 而i5 2400二手只要1400元就買得到了 價格差了700元 所以以同樣的效能來說 選擇i5 2400等於省了700元 而且你可以把這個700元拿去買一個更好一點的塔扇來加強散熱 不過這裡還有一點要注意 那就是兩者的TDP不一樣 意思就是功耗不一樣 i5 2400的TDP為95W 相較之下G4600的TDP只有51W 省了將近一半的電 那這也是科技在進步的最好證明 用了更少的能源 達到同樣的效能 所以這邊要看你的取捨 看你是要效能好又便宜 但是比較耗電的i5 2400 還是你想要新製程 效能一樣省電 但是比較貴的G4600 那就看你的需求 討論到CPU 那就順便討論到主機板和記憶體 主機板當然要選擇和CPU相符合的主板晶片 那我個人覺得主機板是不確定因素最高的一個零件 因為它的零件很多 整個主機板就是一個大雜營 各種插槽 連接所有其他零件 所以它的故障率也非常的高 而且也不好維修 所以我會傾向挑選 有提供個人保固的賣家 比如有一些賣家會提供各保7天 如果期限內有出問題或是有瑕疵都可以退貨 那也算是給自己一個保障 然後我有時候比較懶惰 我會直接挑選主機板和CPU的套餐 因為這樣可以節省一筆運費 而且這個通常都是賣家從同台電腦拆下來的 所以不太需要擔心主機板和CPU相容性的問題 再來談到記憶體 依照CPU來挑選記憶體要用DDR4或是DDR3 以Intel為例 在四代以前是用DDR3 比如i5-2400就是使用DDR3 在六代以後的CPU則是使用DDR4 兩種記憶體最主要的差別為10Mi 以不超頻的情況下來說 DDR3的10Mi有1333、1600MHz兩種 而DDR4的10Mi為2133、2400 甚至目前有到2666MHz 在速度上是很有優勢的 尤其在有一些像是目前非常紅的刺激絕地求生 高速的記憶體10Mi能夠使得整體遊戲變得更順暢 在變換場景還有移動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卡頓的狀況發生 那如果你是沒在玩PUBG或是沒有熱衷三類大作的人 想要日常使用或是偶爾玩玩遊戲的話 那DDR3還是很綽綽有餘的 而且重點是它的價格比起DDR4會甜很多 以目前DDR4供不應求的狀況來說 一條8G的DDR4記憶體價格大概落在2400元 但是一條8G的二手DDR3卻只要1500元就買得到了 所以在價格上真的會親民許多 再來說說顯示卡 這部分跟CPU挑選差不多 效能一樣的條件下 二手零件往往會比較耗電 舉個例子 以絕地求生官方建議配備GTX660來說 二手價格1900可以買得到 相比之下玩吃雞有點勉強的GT1030 價格卻要3000上下 效能就差一大截了 不過1030的優勢是不需要額外供電的 相比GTX660來說 660就彷彿是一個吃電怪獸 接下來談談電源供應器和硬碟 這兩個東西大家可以發現他們的二手價格非常非常的便宜喔 但是 這邊要很鄭重的跟大家說 除非預算真的少的可憐 不然我非常不推薦各位買二手硬碟和電源供應器 以硬碟來說 你不知道在你拿到這顆硬碟之前 它已經運轉多少個小時了 縱使測試顯示無壞軌 但是我們依然無法去評估它的壽命 尤其是如果買來之後用到一般突然壞掉 而裡面有重要的資料啊 那就真的是一個頭兩個大了嘛 再來電源供應器更是恐怖 老舊的線路和電容都有可能造成供電不穩 好的情況是電供燒壞 換一顆 壞的情況就是電供不但壞了 它還順便帶走你所有的零件 這時候藥庫就真的都來不及了 所以切記這兩種東西除非萬不得已 不然別用二手了 最後剩下機殼了 其實機殼沒什麼好說的 對我來講 有好的散熱的機殼 就是好的機殼 那什麼樣的機殼散熱好呢? 有興趣的人可以點擊右上方的資訊卡 裡面有介紹機殼散熱 所以這邊沒什麼問題 而且全新的機殼其實也不貴 所以大家爽就好 總結來說 二手電腦和全新的電腦各有好壞 有些人追求高CP值的二手電腦 低價卻擁有高效能的享受 而有些人則喜歡搭載新科技的新電腦 除了有更好的效能之外 有時也非常的節省能源 那一切都看你的偏好和取捨 那想要選購二手零件的朋友 我有幾個建議 最基本的當然是選擇價格在合理範圍內 太便宜的有可能會出問題 再來選擇誠信並且有提供各保的賣家 給自己一個保障 再來最重要的是一定要有耐心 有時間就多逛逛二手社團 耐心的等待就能挑到非常佛心的零件出現 那在這邊祝福想嘗試組二手電腦的你 能夠挑到自己滿意的零件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有什麼問題歡迎在下方留言告訴我 如果這部影片有幫助到你的話 別忘了幫我分享 並且按個讚加訂閱我喔 我是Huan 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